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在上一篇追踪稳健医疗的文章中 所长有讲 稳健医疗三年来 极大受益于疫情 口罩 防护服 手销等疫情相关产品在疫情期间卖爆 2022年 在医疗耗材业务同比增长84%的拉动下 整体业绩爆表 2022年 全年实现收入113.51亿元 同比增长41.23% 归母镜利润16.51亿元 同比增长33.18% 但一方面 公司的消费业务全棉时代 因疫情业绩受损 毕竟线下门店贡献收入居多 另一方面 虽然公司的防疫产品收入不可避免会下滑 但医疗业务的其他产品 却可以借助防疫物资打响的品牌力及进入的渠道快速提升销售额 综合考虑下来 即便公司2022年的业绩属于高基数 或者说 疫情三年 让公司的业绩直接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三年都是高基数 但2023年的业绩不一定会下滑 这步 2023 QE实现营业收入23.52亿元 同比增长1.28% 归母精利润3.77亿元 同比增长5.56% 仔细拆分一下 和前文所长讲的逻辑近乎一模一样 2023 QE 稳健医疗的医用耗材业务 一如之前所预料的出现了业绩下滑 但整体下滑的并不多 同比仅下降了3.99% 达13.64亿 受益于疫情的感染防护产品 使业绩下滑重灾区 整体有38.21%的下降 但稳健的医用耗材业务整体下滑并不明显 显然就是前文所讲的 品牌口碑打响了 使得常规业务超预期增长 事实的确如此 2023 QE 公司的常规医用耗材产品销售收入7.47亿元 同比增长76.9% 此外 公司的大消费业务也的确受益于疫情放开 即便有1月份又扬又过年 整个2023 QE 仍实现销售收入9.69亿元 同比增长10.53% 根据公司4月份投资者交流的说法 全年时代线下门店业绩恢复非常明显 客流可以说每个月都在环比恢复 整个QE 公司新开了两家门店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家均为加盟店 新疆门店开业当月就实现了盈利 说到这里 所长额外插个嘴 全年时代的线下门店一直以直营为主 截至2022年底 公司共拥有门店340家 其中仅有26家为加盟店 公司的加盟店主要是开在三 四线城市 直营则是开在一 二线城市 公司针对2023年的目标是要开80家门店 2022年 公司仅心开店45家 很明显 公司的开店步伐加快了 按照公司的说法 未来会聚焦300-400平小店 让评效更高 利润率更好 门店未来还是以直营为主 但会加大加盟店的力度 别的不说 就公司名字而言 就让人很有好感 名字都叫稳健 自然说明公司文化就是追求稳健的 其实这点从公司开全面时代 线下门店的速度就能看出来 公司整体不是走激进路子的风格 这也能从公司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中得以窥见 公司的业务当下为医疗加消费双轮驱动 消费端 由于公司从医疗端切入 天生就会给消费者更多的信任感 品牌还坚持只做全面产品 不做化鲜 迪加线下门店有高级感的装修 精心的悬职等 从一开始就解决了品牌的调性问题 给人以高端的感觉 可不要小瞧这个高端 绝大多数国产品牌都高不上去 能解决高端问题的品牌 一般都不会发展得太差 公司的目标客户为年轻女性和母婴 直接抓的就是国内最有消费力的那部分人群 因此 全面时代的天花板 其实可以做得很高 从全面时代的天猫旗舰店粉丝数来看 已经可以算是国民级品牌了 很多网红品牌的粉丝数 其实也就一两百万而已 截至2022年底 全面时代全域会员人数约4335万 同比增长23.7% 其中私域会员超2100万 门店超900万 官网和小程序超1200万 考虑到全面时代 还存在巨大的渠道红利 一方面产品进入商超 美妆 母婴等渠道 另一方面是自建县厦门店 以及巨大的价格红利 产品品类 从以棉柔金 湿巾及卫生巾为主的五纺产品 像以母婴用品 居家用品和床上用品等 为主的有纺产品扩充 可以说 全面时代当下正处于量价其升的黄金增长期 除了直接面向C端的消费级品牌全面时代外 公司的医疗耗材业务其实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别看稳健医疗销售的产品都比较不起眼 如口罩 手销 防护服 伤口护理的纱布 创口贴 这些产品虽然客单价低 但使用频率却极高 全球市场空间其实非常大 总市场空间达千亿美金级别 未来三年还会以8%左右的复合速度增长 全球低质耗材的市场空间虽大 但国内很多场景还没有完全养成 使用一次性产品的习惯典型如手术室 大洋彼岸的漂亮国一次性手术室耗材渗透率为80%至90% 而国内只有20%至30% 一方面 国内的低质耗材市场空间整体还较小 另一方面 市场的集中度较低 换句话说就是 市场上处于早期 即便稳健医疗在低耗这块一年营收70多亿 在国内的市占率也就在5%多点的样子 考虑到隔壁漂亮国龙头企业 市占率在30%至40%间 稳健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这步 疫情期间赚了这么多钱 公司反手就开始并购行业内 可以产生协同效应的企业 2022年 共进行了三笔并购 弥补自身的产品短板 由于公司自身的稳健属性 并购整体都比较顺利 在先前的投资者交流中公司 还专门提到自身的并购方法论 再次所长一字不改 直接贴到下面 TU去年收购了三家企业 在并购整合方面有什么方法论 答 公司始终坚持 一 绝不跨行业并购 不做管控不了的渠道和商品 二 产品定位 不走低价路线 要走价值路线 三 与并购标的的企业文化理念要相通 四 并购后的整合是关键 目前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投后管理团队 正在有序推进 根据公司的说法 2022年并购的三家企业 同公司整体融合的较好 三家企业全年合计贡献约8.1亿收入 实现双位数增长 其中 龙泰医疗增速超30% 桂林乳胶增速超过20% 平安一线有所下降 主要是因为之前 海外有一笔一次性大单 展望2023年 稳健对三家公司的预期 是保持20%至30%的增速 通过并购 补足自己的产品短板 单独售卖增后业绩 只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 可以根据对医疗终端场景的理解 将产品打包成组合包 为医院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在之前讲 麦瑞 莲影 海尔生物 华大制造等医疗器械企业的文章中 所长就讲过 完善的一站式服务解决方案 对甲方爸爸而言 非常具备吸引力 毕竟省心省市还能省钱 而对于能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企业而言 即便它有几款产品落后于竞争对手 但完善的产品矩阵 整体性解决方案 相当于把竞争从单一单品 单一维度引向全产品 全系统 全维度 如此 头部企业的地位只会越来越稳 毕竟小企业从某一方面 弯道超车头部企业有可能 但要想全方位 方方面面超越 就太难了 稳健医疗当下的两大主营 不论消费品牌全绵时代 还是医疗低质耗财 都具备极大的增长空间 三年疫情 稳健医疗除了收获一笔横财外 更重要的是 收获了极高的企业美誉度和品牌知名度 在本就十分分散的行业中 拥有了极强的降维打击优势 因此 后疫情时代 稳健医疗的业务进展有望超预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